其实我可以跟那个 吴琪江老师 因为我俩演情侣 其实应该有一些 肢体上的一些接触什么的 那其实我俩 就是我不太好意思 有那种亲密的动作 就我应该提前去跟老师沟通 或跟导演沟通的 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看起来就比较 真的像情侣一样的那个 然后等我们演完了以后 那个评审团的老师也说了 他说我看起来很拘束 没有真的放开 你应该提前跟他预热一下 搂搂抱抱一下 不是预热 什么东西 你要打懂导演是吗 这才是真实的他 你看到了吗 不是 是 其实应该共同上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 可以看起来更亲密的一些 那个表演方式 我是这样想的 你有问题吗 就演这种情侣戏什么之类的 演情侣戏 我还没有演过情侣戏 但是这个情侣 你还没有演过情侣戏 你没有演过情侣戏 我没有啊 咱们俩那个短片是什么 陈琪这个人真的无聊 而且上热搜了 那个没有上 更亲密的是吗 我就不该接这个 你们这拍了很多是这样的 为什么 就是当时 为什么 这件事就是之前有拍一个特别比较伟美的一个短片 就是男女一个情侣的东西 然后他就还没有拍过 然后呢 有什么轻易动作吧 没有没有 那一点都没有 有接吻吗 没有 没有 没劲 只要看 因为都说的是很伟美的东西 我问一下若男 就是启宁是不是你的理想心 当然不是了 你回答得这么快 嗯 为什么呢 你觉得 我可能对长得好看的男孩子都不是我的类型吧 因为我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男子 所以你在夸奖他 因为你觉得他长得好看 他是好看的 可是他喜欢梧桐 说明梧桐长得不好看 那他开始证明确实也不喜欢我 不是因为 提摇一下 我觉得如果太好看我会没有安全感吧 我是这种类型 张若男是你的理想心吗 哈哈哈哈哈哈 蔡启明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他现在有开场白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 就男生嘛 就可能说性格好一点 然后长得好看一点 就正常的 都可以 我已经不是了 因为我性格不好 今天的右眼一直在跳 我觉得我刚才从进这门开始 但说一句实话 我俩拍完那个片子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 哎 只见过一次 在一个局上见过 只见过一次 我说了 我一个吵 我一直吵 我玩那个 我玩那个狼人杀 不是 我是一个真的很容易 害羞的 我真的不能跟我这个问题 我真不行 我真不行 田田姐是你的理想型吗 好 我我 就是我 他性格很好 啊 不不不 哈哈哈